好 老老师 回家 回家队 我的心心 令美而感动 令美而存在 看得不错 这也太正好了吧 你好 我是本次的讲解员 是专门大家讲解一下 我现在都会主动找人了 然后接花筒 你看接花筒自己人 对 然后我们看到的 第一幅作品就是 中国四川省与 红段山脉的最高峰 贡嘎山 这应该是她的挚爱 对 所以放在第一幅作品 而且给她放得很大 你看这个 那个叫佛琳买的 十代山 吉利 金利 毅力 非典云 非典云 对 而且像这种彩色的光 它是也叫维纳斯带 它只有日出和日落的 五到七分钟 我感觉一定要到那儿 非常合适的角度 对对对 一定要提前去等待这个 时机才能拍到 有啊 这个我们的同事伙伴 大家都在说 说以前都听很多网友说 还用什么出国 其实祖国大号河山 真的是游都游不完 而且很多美景 真的是胜过我们期待的 就是国外的一些美景 所以我相信 看过这个摄影作品 看过它的照片 所传达的这种艺术美的观众 也都会发出同样的感觉 还有超美的这个 在这边 我逛展喜欢就是 并替西境 一些人省的地方 我先调个队 大千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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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的时候 可能像这一年当中 它是固定的几个月份 它是会有这个大千席的 我刚才带了个相机 后来我想进到这之后 对我这个相机 可能稍微略有逊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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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等来等去 对 对 等到那个熟悉了 对 等到它最美的那个视面 对 本来想体现一下自己 进到的也是一个 非常有艺术的摄影馆 但是结果呢 发现就是震撼 我跟你说 在这种地方 我们的时候拍的节目 比方说 我们的女生啊 男生这种高鼻梁 你就站在这个旁边 然后用这个相机 把这个 这个灯光啊 调到最低 然后就可以拍出一张 这感觉像跳进 到了海洋的画 我们好像能走过去 走到请额身边似的 太动了 哦 这里都是冰雪的 好久我喜欢这张 三口一家 一家三口 对 想起了小的时候特别是可爱的 这边这一系列都很 就很母爱 对 这边都是北极熊 我们看过了非洲大陆 现在进入到了 南极吧 是的 好可爱的企鹅 好幸福啊 这肯定是一家人 我好像听一阵大部队了 会合一下吧 我不能掉队太久 这个作品就比较大幅了 其实我很少看成这个 在哪里拍的 启乐怎么走 这都是在南极 启乐怎么走 我这样的很少看的 你看我启乐 你知道启乐怎么打的吗 启乐怎么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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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去美术馆 去摄影博物馆 它会有这样的椅子 然后你会坐在 你喜欢的画作之前 就可以静静地去看着这幅画 然后我们看到这幅大的作品 当时拍的时候 龙虎先生一共去过两次 一个是07年 一个是14年 07年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没拍几天 就遇到了爆破雪 会有 因为你会觉得 其实你作为人类的一员 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很渺小 就是我们只 我们只看到了自己所局限的 整个星球的这么一小部分 还有那么多地方 包括这个摄影展当中 可能70%的地方 我都没有去过 所以 给我未来的人生 有了无限的向往吧 可以有很多空格去填 可能说看这个 对 因为摄影作品 龙老师它都是记录真实 是吧 记录真实的美 我在后面看到你们的背影 然后你们在看着企鹅的背影 这个画面特别美好 这件事是什么 中文字幕并不是